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外圍下跌拖累港股今早低開54點 早段雖然曾經度升過最多31點 不過之後再度回軟 更加一度跌過最多214點 低見過26,647點 恆指中午收報26,771點跌90點 國指中午收報13,440點跌182點 上人表示澳門新賭場開幕無助刺激需求 不過巴克來就指上星期日均博彩收入回升 豪島股今早是普遍逆試做好 其中金沙、美高煤分別升超過1% 銀魚升超過0.5% 永利升0.4% 澳博就偏遠跌0.1% 外地財新網表示 中國鐵路總公司今年上半年 向中車的總採購額不足45億元人民幣 五級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加上大摩早前 將中車評級下調到減遲 中車這麼早再跌超過6% 其他鐵路具都是下錯的 藍車時代、中鐵、中鐵件和中交件 分別跌超過3%至4% 照點股方面 中信證券接壤接近19%配售H股 股價跌超過1% 長和和主席李嘉誠增持30萬股 刺激股價亦升超過1% 正有藥業發營起 預計全年日利錄得大增 股價今早升超過4% 破頂高見過7毫3 新類已約 今日起轉到主板交易 股價做好價升超過6% 認訊息受移益75%控股權 認訊復排後先升後到跌1x1 移益跌0.5% 成交會股份方面 內地股市下跌 岸石A50、南方A50分別跌0.6%和0.5% 收視之後中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